back 要不就是有个什么 回首页 有没有 这个很常见你可以下载那个 像 远通的那个什么etag的app也有了 你打开看有没有 上面就是一个back加一个home 其实基本上很多 甚至是什么 很多那个 看新闻的那种app 他也是类似像这样 一定是一个back 这边可能放一个home 就很方便嘛 每一页上面都长这样子 就很方便浏览 那这个back怎么做出来的 好 我们在两页 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上个礼拜 最常做错的 就是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 一定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 这个页面有没有 整个选取 有没有看到 你不能把游标放这里 有同学上礼拜是 游标放这里 对不对 然后就去设定什么 设定 这个 data 有没有 第一个这个是 data add back btn 有没有 等于true 设定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 是不会出现 那个back的按钮 记得要放哪里 要放在 这一整个 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整个选取 基本上 特别注意 我建议是 你游标移到外面这边 右边的这条线 点一下 这样就全选了 OK 全选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一 选取的范围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同学比较容易做错事 选不到应该正确选的位置 2的话呢 要 这边改成什么 触就可以了 OK 两个动作 就会有按钮出来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设定错误 他就是出不来 出不来 那为什么要选整个 因为back是在 整个页面的上方 你不能说直接加在页首 页首是出不来的 特别注意 那 第2个 页面跟 第3个页面都要做的话 第3个页面也可以选一下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一个back 这样的话 就通通会出现 OK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上面都有了 另外 顺便讲一下 上礼拜没讲到 假如 你想说 老师 我 希望不要出现back 因为 那个客户那边 他希望看到的是中文的 他不要看到英文的 那怎么办 比如说 这地方希望回上页 或回上一页 等等的 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 中文的字的话 那该怎么做 基本上 特别注意 其实 这个做法都一样 其实主要就是你要了解标签 就可以了 所以第1步 第2页 对不对 一样选取他 第2步的话呢 这边 这个一样是 对不对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标签名称 其实很好认 有没有 这是data add add是增加 back是回去 btn是button的意思 对 都是缩写 然后各位可以往下看 data back dash test test什么 文字 对 所以你要如果要把back 取代掉的话 非常的简单 这个框框 有没有 请你填上文字 就好 比如说我们示范 这个可以看一下 里面现在没字对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回 回上页好了 你就把这个字 打上去就好了 回上页 OK 打上去 Enter一下 然后游标移开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 他实际上呢 这个做完 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他基本上就是在哪里呢 在这边增加了一个什么 这个 标签 那位置刚好就是 在最上面 就是在Data Role 等于page的上方 增加了这个 等于是他自动帮你填 程式上去 对 OK 那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 结果OK 你就是 在浏览器 再预览一下 然后儲存 是 我们来试试看 第2页对不对 按下去 有没有看到 回 对